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冰与火的拍摄进程 已经过去了大半 但是王一博的戏份一直没有结束 现在还要出来参加活动 去参加了湖南卫视的818晚会后 王一博白天还在录制天天向上 晚上就马不停蹄地前往 这就是街舞的录制现场 看来他的行程暂时没有办法停下来了吧 从王一博出发的路透照来看 穿着深色的裤子 大长腿吸睛 但是上身的白色短袖T恤 看起来皱巴巴的 男孩子出门在外没有人照顾 都没有办法穿得整齐了 一路上在压低了的余服帽下面 王一博眼神坚毅 急匆匆地往前走 旁边的助理完全追不上 伞完全没有打到王一博身上 妖娆的样子也是很搞笑了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 王一博之前出来参加818晚会时 手臂上就被发现 已经有了一块不小的伤口 现在还是没有好 看着还是红红的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结巴 还没有那么快好吧 相信王一博在818晚会上的表现大家都有目共补 作为主持人虽然有的地方没有说太顺 但是整体表现不错 作为歌手的他表演 龙泉更是炸裂舞台 让周杰伦的老作品绽放 新的光彩 太优秀了 要说现在最火的明星是谁 恐怕很多人都会想到王一博吧 因为2019年的电视剧《陈情令》爆红后 他现在的影视剧资源没有断过 前有和赵丽颖合作武侠剧有匪 现在又和陈晓合作正剧冰与火 作为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的常驻主持人 还要参加夏日冲浪电和《这就是街舞》的录制真的太忙了 现在王一博的代言已经有几十个 还要在各个活动中来回奔波 说行程满道 近日 王一博在参加了湖南卫视的818晚会后 又抽了一天的时间录制了天天向上 本期节目邀请了目前最火的电视剧 以家人知名的三位主角参加 一点选择了湖南的刘洋 谭宋运 宋威龙和张星成凭借这部剧走红 相信有了天天向上的宣传又会锦上天花吧 王一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互动 当然作为主持人的他也是很拼 根据网友发布的现场路透照来看 王一博穿着长裤 上身的黑色T恤外面加了一件挂子 不过看样子他是在河里面待了很长时间 从头到脚全身都湿透了 完全看不出很累的样子 红也有红的缺点 本来有身高优势的王一博 单独看到没有觉得多瘦 但是和助理站在一起就暴露了 是不是太忙没有好好吃饭 助理人高马大走在王一博身后 两人的身形相差太大 把瘦小的王一博比下去了 录制了一天的天天向上 王一博现在又赶往了 这就是街舞的录制现场 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是否吃得消 8月18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成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日子 与以往的双十一 618等等大家喜闻乐见的促销节日不同 818 更像是一场打着广告的名头 发起的大型晚会活动日 在昨天晚上还同时出现了818全球汽车之夜和818苏宁狂欢夜 两个大型晚会 虽然吃瓜群众们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要在8月18日一天壮七举办庆典活动 但是可以看到将近大半个娱乐圈的当红艺人 这种文艺晚会也是相当受人欢迎的 而在818汽车之夜的舞台上 最近因为这就是街舞以及电视剧有匪 而人气居高不下的女流小声王一博则在晚会中担任起了主持人一职 作为曾经天天向上的忠实观众 虽然王一博一开始作为天天兄弟加入节目的时候 被很多网友们诟病 称其太沉闷 不活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越来越多的主持经验 大家也慢慢接受了这个看似非常安静 实则内心一片赤诚的大男孩 而王一博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小编也能感受到 夜会的主持水准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了 除了主持工作做得好之外 王一博在晚会上还表演了龙泉这首歌 众所周知 龙泉是大众偶像 周杰伦创作的一首节奏 非常强烈的中国风歌曲 加上周杰伦独特的Ramp歌词 给人的感觉就特别帅气啊 原以为热爱舞蹈的王一博 此次应该会全身心放在舞蹈中 音乐只是伴奏 但是万万没想到 一开场的王一博 就手拿麦克风在舞台上唱了起来 并且能够很明显的 从歌唱七夕感觉到 是开了麦没错了 虽然伴奏还是有电音 但是结合高强度的编舞来看 这样的唱跳表演 还是有相当高的水准的 在中间的尖奏时 王一博从高台上 纵深一跃的画面 真的非常酷炫 不愧是能让大老师 写出酷怪这首歌的人 随后 王一博便带领伴舞们 开始跳起了 与这就是街舞风格 如出一折的起舞大秀 搭配上一博当晚的贵气造型 无数粉丝都直呼 太炸了 小编的观后观点 结束了818晚会之后 大家还在继续回味着 王一博的精彩演出 但是一博弟的确又要因为 繁忙的工作安排奔波了 在818晚会开始前 王一博才刚刚从 《烟雨火》剧组中杀新回来 随后还将有关于 聚集的一系列宣传活动 而同时还要赶回去参加 这就是街舞的紧张录制 为自己的街舞战队排兵布阵 在紧密的行程中 还要挤出时间 练习晚会节目的舞蹈 在818晚会之后 还有有匪的宣传工作 以及一博早前提及的尚未 官宣的一部新剧的准备工作等等 自从《流量小生》这个词诞生以后 娱乐圈里就多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明星 他们一般没有具体专攻的领域 唱歌跳舞演电视全都能参与 而说起2019年到2020年最火的《流量小生》 那绝对要属王一博这个大男孩 因为自己多才多艺 赏上性格谦虚有爱 王一博这个97年出生的大男孩 虽然今年还不到23岁 但是已经成为了 现今娱乐圈里男明星人气第一位的居心 甚至有超越吴亦凡的趋势 而且今年可以说是 王一博大爆发的一年 不但搭档黄博、张艺兴 周汉良和王家尔四位前辈一同担任 这就是街舞的队长之一 电视剧方面也是非常的高产 和赵丽颖一同主演的呼声 很高的电视剧有匪 很快就要和大家见了 而且还有两部 几年前拍的电视剧 今年也要开播 以及王一博19岁时主演的电视剧 我的奇怪朋友 很多好友都感叹 看来今年王一博势必要超越好友肖战 成为90后流量明星第一人了 这部这还不算完 就在8月18号的时候 王一博今年的另一部重头戏之一 《冰与火》也发布了最新的剧照 很多王一博的粉丝 看到《冰与火》的最新剧照以后 都被王一博的眼神给秒杀到了 而且从剧照上来看 王一博也一改 以往主演的电视剧里面 比较绅士斯文的人设 角色的跨度非常大 从剧照里我们可以发现 王一博为了《冰与火》 这部戏做出的牺牲 还是很多的 他甚至把头发也给剪成了短发 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很多 而且剧照里面来看 王一博的眼神比较坚毅 整个人的气质一看就比较硬 再穿上一身帅气的警服 很多粉丝都被王一博的扮相 给惊艳到了 没想到王一博真是演什么像什么 而且短发造型反而衬托的 王一博更帅气了 气质方面提升了非常明显 而且《冰与火》的另一位男主角 也非常有名气 他就是久未付出的陈晓 陈晓也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男演员 因为和赵丽颖主演电视剧 陆真传奇两个人全部大火 后来陈晓出演 《神雕侠侣》里的杨过 也被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一版 他还在《霍剑华版笑傲江湖》里 饰演林师弟林平之 角色刻画得非常有深度 陈晓八七年出生的 正好比王一博大十岁 演艺经历又比王一博丰富 还真是王一博的好大哥 从《冰与火》陈晓的剧照里 我们可以看出 陈晓的扮相充满沧桑感 茂密的胡须 加上不拘一格的穿着打扮 同时这也是陈晓陈晓这几年的付出之作 从剧照上来看 两个人的表演应该是很精彩的 剧中陈晓饰演的吴振锋 是一个独来独王与独贩做斗争的男人 而王一博则是一名禁毒警察 他们兄弟两个人不怕危险 潜入独贩内部 通过一系列的斗智斗勇 终于将毒贩给一窝端了 实力派演员陈晓和新生 带小生王一博的联手 相信这部讲述禁毒民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保卫人民安全的正能量故事 一定非常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